警方则透露说呢 嫌犯疑似使用的是散弹枪 那么随后呢 也证实安倍的是胸部的部分重弹送一幕前 根据NHK的报道呢 他是心跳停止的一个状况 那么这一名呢 持散弹枪的男子从安倍的后方来攻击他 他的背部袭击了这个安倍晋三 那么所以呢 随即他也已经被这个耐量式的警方给逮捕了 据了解的男子的这个年纪大约是40岁左右 那么这个在演说的时候呢 安倍被攻击之后是随即的就中弹倒地了 而且甚至马上流血失去了意识 那么还传出说他目前是心跳停止的一个状况 虽然一开始呢 是用这个救护车的方式将他送到医院 不过目前呢 是有计划要用这医疗直升机 将他从现在的医院送往另外一家医院来继续的抢救 另一方面呢 这个凶手被压制画面 也跟着曝光了 在最新的时候呢 等一下在目前呢 等一下 哦就是现在的画面呢 可以看到疑似是这个嫌犯 枪手的画面也曝光了 这名男子呢 大概是40岁左右 根据警方透露呢 他所使用的武器呢 是一把散弹枪 那么男子呢 是趁着这个 今天安倍晋三在街头在户外发表演说的时候呢 在这个安倍的后方来攻击他 所以安倍的这个胸部就中弹了 而且呢 是近距离大约三公尺的距离来攻击安倍晋三的 所以呢 安倍讲话讲到一半就突然瞬间倒地了 而且透过很多画面 其实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安倍倒地之后呢 立刻是血流不止 那么由于呢 这个事发地点呢 当时时间点是当地的时间11点半 所以是人来人往的蛮多人的 所以人群聚集的状况之下 很多民众立刻拿出手机来拍摄 所以呢 包括了安倍倒地 包括了凶手被压制的画面 有很多的照片影片 也陆陆续续的在推特上头来曝光 那么这一名枪手呢 也随即被警方给逮捕了 那么目前这个安倍晋三的状况 是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他心跳是停止的 所以呢 现在院方有意 是将他用这个医疗直升机 送往另外一家医院来抢救当中 以上就是目前的最新现场情形 稍晚的如果有更多的消息 我们也会持续带您来掌握 好来看到就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在今天稍早来到日本奈良市的 禁铁大河西大寺车站之前 帮忙做竞选演说 但过程当中呢 疑似有男子在现场埋伏 直接朝着他的背后来开枪 当场呢 让安倍是心肺停止 紧急送医 自民党的相关人士透露 说当时安倍晋三 是在从背后三公尺的地方 被歹徒呢 用散弹枪打了两枪 甚至说还有打中脖子 当场将他使用AED来急救 同时送医 目前这名凶手也已经逮到了 是42岁 现在住在奈良市的男子 叫做山上彻野 当场被逮捕 同时呢 也赶紧被来问贡 要了解的就是 到底他的行凶动机是什么 而在这个现场呢 本来第一时间 媒体知道的消息是说 有人中弹 但没有想到最后确认之后 中枪的是安倍晋三 自民党的人士表示呢 对于他目前状况 是相当的担忧的 同时呢 现在有可能会出动直升机 将他给送医 而这是来自NHK 根据目击者的报道 说那个时候安倍呢 才开始演讲 在一两分钟的时间 等于刚刚开始而已 现场就传出了两声枪响 之后安倍 随着倒地流血 好现在你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刚刚呢 在现场的目击者 在网络上头 有越来越多相关的画面出现 那大家呢 也都希望能够了解 安倍晋三目前的状况如何 共同社的报道是 在松医之前看到的是 他心肺停止 到底现在详细状况如何 都要请您持续来锁定 中天有最新消息 另外回到台湾的 中天人事实际上数年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 当时都会达到 想要求 这位不合者的 今天在很忙碌中,我同一向向了一向向了一向,我申請 嗯? 嗯? 是的 Prime ministers to exchange signed treaty texts それでは調印を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た協定文書の交換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協定文書の交換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聖記で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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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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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是的 Prime ministers to exchange signed treaty texts それでは調印を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た協定文書の交換をお願いします 協定文書の交換を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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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は大変お忙しい中私ども一行をお迎えをいただきましたこと 初コンデを申し上げます 今までのヤシトトのもたれ合い記録遷延期が失敗と突兵し 協定文書の交換をします 皆さん日本を取り申し上げてはならない この戦いだからまじればけにはいけないんです 自民党と公明党で断固として政権奪還を目指してまいります この冊子は終わりです この冊子は終わりです この冊子を終わりです この冊子は今から見到的画面は 今から見到的画面は 安倍の最新冊子になりました 今からは 台湾時半時10分の時 奈良市の地下の場所 に行ったところで その話をすると 結果被人が背後攻撃 那么可以看到安倍他今天是穿了一身西装 里头是白衬衫 其实现在网路上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最新画面曝光 有一些照片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他身上是有血的 那么在现场倒地之后 有人现场采访记者有听到说传出两声像是枪声的声音 那么警方则透露说嫌犯疑似使用的是散弹枪 那么随后也证实安倍的是胸部的部分重弹送一幕前 根据NHK的报道他是心跳停止的一个状况 那么这一名持散弹枪的男子从安倍的后方来攻击他 他的背部袭击了安倍晋三 那么随即他也已经被奈良市的警方给逮捕了 据了解男子的年纪大约是40岁左右 那么在演说的时候安倍被攻击之后是随即的就中弹 倒地了而且甚至马上流血失去了意识 那么还传出说他目前是心跳停止的一个状况 虽然一开始是用救护车的方式将他送到医院 不过目前是有计划要用医疗直升机将他从现在的医院送往另外一家医院 来继续的抢救 另一方面这个凶手被压制画面也跟着曝光了 在最新的时候 等一下在目前的等一下 就是现在的画面可以看到疑似是这个嫌犯抢手的画面也曝光了 这名男子大概是40岁左右 根据警方透露他所使用的武器是一把散弹枪 那么男子是趁着今天安倍晋三在街头在户外发表演说的时候 在安倍的后方来攻击他 所以安倍的胸部就中弹了 而且是近距离大约三公尺的距离来攻击安倍晋三 所以安倍讲话讲到一半就突然瞬间倒地了 而且透过很多画面 其实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安倍倒地之后立刻是血流不止 那么由于这个事发地点 当时时间点是当地的时间11点半 所以是人来人往的蛮多人的 所以人群聚集的状况之下 很多民众立刻拿出手机来拍摄 所以包括了安倍倒地 包括了凶手被压制的画面 有很多的照片影片 也陆陆续续的在推特上头来曝光 那么这一名枪手也随即被警方给逮捕了 那么目前这个安倍晋三的状况呢 是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他心跳是停止的 所以呢 现在院方有意是将他用这个医疗直升机 送往另外一家医院来抢救当中 以上就是目前的最新现场情形 稍晚了 如果有更多的消息 我们也会持续带您来掌握 好来看到就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在今天稍早来到日本奈良市的 禁铁大河西大寺车站之前 帮忙做竞选演说 但过程当中呢 疑似有男子在现场埋伏 直接朝着他的背后来开枪 当场呢让安倍是心肺停止 紧急送医 自民党的相关人士透露 说当时安倍晋三 是在从背后三公尺的地方 被歹徒呢用散弹枪打了两枪 甚至说还有打中脖子 当场将他使用AED来急救 同时送医 目前这名凶手也已经逮到了 是42岁 现在住在奈良市的男子 叫做山上彻野 当场被逮捕 同时呢也赶紧被来问贡 要了解的就是 到底他的行凶动机是什么 而在这个现场呢 本来第一时间 媒体知道的消息是说 有人中弹 但没有想到 最后确认之后中枪的是 安倍晋三 这边的人士表示呢 对于他目前状况 是相当的担忧的 同时呢 现在有可能会出动直升机 将他给送医 而这是来自NHK 根据目击者的报导 说那个时候安倍呢 才开始演讲 在一两分钟的时间 等于刚刚开始而已 现场就传出了两声枪响 之后安倍随着倒地流血 好 现在你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刚刚呢 在现场的目击者 在网络上头 有越来越多相关的画面出现 那大家呢也都希望能够了解 而且安倍晋三目前的状况如何 共同社的报导是在送医之前 看到的是他心肺停止 到底现在详细的状况如何 都要请您持续来锁定 中天有最新消息 另外回到台湾 现在我们要来给您的情报 给您的情报 您知道 你知道 any new information, around 11.30 a.m. today near the Yamato-Sahidai Station of King Tetsu Airlines, former Prime Minister Abe fell to the ground. According to the reporter near the scene, the reporter heard the sound of the gunfire, and then he was breathing from around the breast. And a man was detained near the scene. And the dry sounds of gunfire was heard twice. And the ambulance arrived after 10 minutes. Do you know his condition? New England. There was a meeting in the U.Sahidai Station. 看護連盟の方看護連盟の方看護中資格を追っている方お助けください この最大地中編看護連盟の方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んか 方向への掛けている方と感じた人たちの層からです 本物の方が取ら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経験者が間もなく参りますがスタッフの方、救助会社が入ってきやすいように ご協力をしています 番号の方が取ら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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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HK说呢今天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当地实践就台湾时间的刚刚十点半的时候 日本奈良市发表演说却突然现场听到枪声 然后安倍晋三倒地而且现场有看到他流血 甚至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是安倍疑似心肺停止 到底目前状况如何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若宜 好 社主角各位观众这个一个最新的国际消息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根据这个日本的NHK今天的最新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他今天呢是有一个行程是到这个奈良市来进行演说 但传出呢在演说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人就倒地了 而且似乎有在流血 那么还有报道指出说呢现场曾经传出了像是枪声的声音 那么目前安倍晋三的状况还不明 那么在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呢 事发的时间呢台湾今天上午的十点半左右 那么安倍晋三呢他在这个发表演说的地点是奈良市的街头 那么是疑似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从背后袭击 当地的警方是已经抓住了这名男子 那么疑似呢安倍晋三是有流血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他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 NHK是说不明 但是共同社呢是说他的这个心跳停止 但是确切的状况呢还有待更进一步的这个确认 那么也是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最新消息 有另一方面呢这个在现场采访的有NHK的记者是表示说呢 他有看到安倍有出血状况而且疑似有听到枪响 另外安倍所属的这个自民党呢 自民党的官员就透露说 有消息说安倍是胸部重担已经被送上救护车了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 在台湾时间今天上午10点半左右的时候呢 在日本的奈良市发表演说时突然人就倒地了 那么疑似传出呢是有重担而且有出血的一个状况 已经是送上救护车 那么稍后呢有更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会持续的为您找握电影 好了谢谢若宜 刚刚最新的一个外电就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最主要的原因为什么他会在日本奈良市这边来做演讲 因为呢后天也就是7月10号 日本的参议院即将要进行改选 部分改选这一回的改选呢 是日本的自民党他们能不能够再一次的突破 他们原有在下议院这边 这一次呢说想要拿超过上一回的55席拿到60席 有没有可能在他的之前的这个自民党这边有所突破 好所以呢安倍晋三呢 应该也是在选前帮忙催票 来到日本奈良这边来进行相关的演说 可是呢在刚刚却突然传出了枪响 在现场的目击者记者表示呢 包括NHK包括共同社都说有看到他倒地 同时呢疑似有出血 甚至共同社还讲说他疑似是心肺停止 到底目前的状况如何 我们都要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也请您随时锁定中天频道 至于这件事情 全球瞩目 在刚刚呢我们看到了这AP等等 都已经发出了紧急的外电消息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在日本时间 今天上午11点30分 也就是台湾时间10点半的时候 在日本奈良市发表演说 但突然倒地 据NHK的记者表示 他们在现场有听到枪声 甚至有看到他有出血的状况 详细的内容 我们赶快先连线若宜 好 谢谢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持续来关注这一起案件 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 在今天日本时间的上午11点半 也是我们台湾时间10点半左右呢 他原定的行程 就是来到这个奈良市大河西打次战附近来发表演说 原定呢是来为一名这个候选人来站台 结果呢在他发表演说的时候 突然间倒下来了 现场有这个NHK的记者 他描述说呢 当时倒下之后安倍是血流不止 而且呢有很多人都听到了枪声 警方目前是逮捕了一名男子 但是呢详情 详细的这个事发原因呢 是有待釐清的 那么根据NHK的报道呢 安倍是在演说到一半的时候 就突然人直接倒下了 立刻被送往医院 那么救护人员说呢 安倍是处于心肺骤停的状况 所以现在呢打算要用医疗直升机 把他送到另外一间医院来治疗 那么根据警方初步调查呢 安倍疑似是被散弹枪 从他的背后击中 目前是已经掌握了一名男子的身份 全案正在调查当中 而这个他所属的自民党呢 自民党里面的官员也透露说呢 这个安倍是胸部的部分重弹 所以当场呢就被救护车送往医院了 那么事件就发生在今天的上午 台湾时间上午10点半左右 安倍是前往奈良市发表演说的 原定呢是来帮候选人站台 结果讲话讲到一半呢 就瞬间倒地 而且根据这个NHK报道呢 在现场看到画面 似乎安倍有在流血 所以呢 还有人透露说 有现场传出枪声 那么在这个时事新闻社呢 在报道的时候 则是引述了官员的说法说 安倍送医的时候呢 似乎已经失去意识了 共同通讯社则是说 安倍送医的时候呢 是处于心肺骤停状态 我再讲一次 时事新闻社说 官员的说法是安倍送医的时候 似乎已经失去意识 那么共同通讯社则是报道说呢 安倍送医的时候是 似乎已经处于心肺骤停状态 那么他所属的自民党官员是透露说呢 有消息指出 安倍是胸部的部分重担 所以被送上了救护车 那么一开始呢 在现场是救护车啊 消防车警车都已经来到这个现场 将安倍送医 目前呢 是有计划要将他用这个医疗直升机 送往另外一家医院来治疗 那么根据这个NHK的记者 因为他原本也到现场来采访 他说呢 在现场有听到枪声 而且有一名男性 疑似是嫌犯呢 当场被捕哦 那么还有一名 另外一名记者说呢 在安倍演说的时候呢 他们是连续听到了两声的枪响 那么在今天台湾时间上午十点半左右呢 就在这个奈良市 而且是一个户外场地哦 这其实以我所掌握到的画面呢 是一个类似停车场的一块空地 在这里呢 安倍在进行演说 结果呢 就讲到一半人突然倒下了 还有人说就直接看到他流血了 有人说听到量身的枪声 那么立刻就有这个救护车来到现场把安倍送医 那么根据刚刚最新的报道呢 是还有这个要准备医疗直升机 有计划要将安倍送往另外一间医院来救治 那么根据警方初步调查呢 安倍似乎是被这个散弹枪从他的背后击中的 警方目前是已经掌握了一命男子身份 而且他已经在现场被捕 只是详细的这个事发原因呢 还有待警方的厘清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呢 在网路上已经有人是公布了现场的照片 安倍呢 人当时就直接倒地了 看起来呢 旁边的工作人员是相当相当的慌张 那么根据现场记者透露的消息呢 这个男子犯案的男子大约是40岁左右 而且呢 他是三公尺近距离的攻击 那么目前传出呢 是以杀人未遂的罪来送办 那么警方也透露说呢 他所使用的这个武器呢 疑似就是散弹枪 从安倍的背部来击中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照片当中呢 就是今天安倍 他在奈良市演说的时候呢 结果被枪击倒地的一个画面 现在也最新曝光了 那么安倍今年67岁 他是这个日本的前任首相 大家对他应该也蛮熟悉的 那么也可以看到呢 这个台湾 因为他也曾经来过台湾 那么台湾的官员呢 也对他也蛮熟悉的 刚可以看到呢 这个民党立任的总召科建民呢 也对他表达了关心 那么今天上午呢 在这个奈良市安倍 在发表演说的时候呢 突然是倒下了 因为这个演说的地点呢 是一个户外的场景哦 是一片空地 那么目前还不知道详细的情形 只是有传出说呢 他被人从背后 以这个散弹枪攻击 那么当场就倒地了 而且呢 已经送医急救当中 时事新闻社的说法呢 是引述了官员哦 表示说呢 在送医的时候 安倍晋三是已经 似乎失去了意识 那么在送医的时候呢 共同社则是表示说呢 安倍已经是处于一个 心脏走停的状况 那么稍后呢 如果有最新一步的消息话呢 我们也会再持续为您来掌握 再把时间交换给棚内 好来看到的是 目前在这个外电的 一个最新消息 当时事发的地方呢 是在一个这个空地上头 那当时呢 在外头看起来 很像是一个 有点类似在 这个马路中间的一个空地上头 那发生了这起事件之后呢 本来有很多人在现场 其实是在听 安倍晋在发表演说的 他们也纷纷的就聚集在旁边 要了解的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场的目击者 有很多人有听到枪声 那么这一回 为什么他会到奈良这边 来发表演说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后天呢 日本的参议院 即将要进行改选投票 这回自民党呢 虽然说他们的势力 应该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希望能够再一次的突破 现有呢 这一回本来是55席 希望能够突破到60席 身为自民党的大佬 安倍晋三呢 就直接来到奈良这边 来帮参选人来助讲 就在这个户外助讲的现场 疑似是有人对他开枪 传出现在日本媒体报道说 可能是散弹枪 从他的胸部这边来进行攻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则表示 他们目前正在搜集更多讯息 稍后将会有进一步对外回应 这是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 今天上午在台湾时间 10点半的时候来到奈良这边发表户外演书 却突然遇到了袭击 然后呢现场倒地 在现场的报道包括了日本共同社 他们传出来的讯息是说 安倍晋三在当时是包括了心跳 还有肺部呢都是心肺停止的状况 已经赶紧先送医来急救 稍后更多内容请您持续锁定中天频道 在这个地方竞争参与政策上认为 会议も開かれ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また各地医的閣僚も 東京に戻るよう指示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また閣僚以外にもですね 自民党の役員が各地的游誓を行っていますが 関係者によりますと この自民党役員の地方游誓についても 今後全て中止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与党以外にも野党幹部の間にも 動揺は広がっています 立憲民主党の幹部の一人は 言葉にならないと混乱を苦着 有很多議員 大容、 幹部連盟の方、看護院仁の方、看護師の資格を追っている方お助けください。 この沙拉土中辺、 看護院仁の方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ん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同時的評判 致的 自民党役員の地方郵税についても 今後全て中止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また与党以外にも 野党幹部の間にも 動揺は広がっています 立憲民主党の幹部の一人は 言葉にならないと混乱を口とさせる 市長による会議も開かれ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so now we are giving the information always the report on mary do you know any new information around 11 30 a.m today and the near the amato saudi station of of king tetsu airlines former prime minister fell to the ground according to the reporter near the scene yes the reporter heard the sound of the gunfire and then he was breathing from around the breast and a man was detained near the scene and the dry sounds of gunfire was heard twice and the ambulance arrived after 10 minutes do you know his condition anew in the new 会議も開かれ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また各地にいる閣僚も東京に戻るよう指示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また閣僚以外にもですね 自民党の役員が各地で遊説を行っていますが関係者によりますとこの自民党役員の 地方遊説についても今後すべて中止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でまた与党以外にも野党幹部の間にも同様は広がっています 立憲民主党の幹部の一人は言葉にならないと混乱をく 省による会議も開かれ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腹い玉焼き止めてはいい 腹い玉焼き止めてはいい いったの誰や 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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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看護霊明の方 看護霊明の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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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助けください この最大地中辺看護霊明の方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ん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感聞者が間もなく入りますが 跟ほうの会議も開かれ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また各地にいる閣僚も東京に戻るよう指示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那麼包含了總統三英文稍早 破文說結束了結束行程 聽到消息感到十分的驚訝不捨 也表示台灣跟日本同為民主法治國家 要代表我國政府嚴厲的譴責暴力不法行為 另外也請外交部級謝長廷大使表達慰問之意 並且持續來關注 希望安倍晉三能夠早日的脫離險境 不過在今天早上這樣的一個狀況 確實震驚了全球 那麼包含了胸部重彈這樣的消息 以及日本媒體還報導 可能是心肺停止 至於說現在搶救的最近狀況如何 把時間給我解釋 好 大家好 晚安 從下午時間 我們持續帶您來關心的是 安倍晉三重彈的這項消息 現在曝光了 好 當時他是在奈良的地方這邊來 進行政治的街頭演說的時候 沒有想到居然遭到胸弦從背部襲擊 而且根據目擊者表示 當時胸弦是持槍攻擊他 當時安倍就倒地 而且當時他身穿的是一件白襯衫 這白襯衫都染了鮮血 這畫面是非常的觸目驚心 那麼現在日本媒體跟報導說 現場傳出了有些槍響這樣的劇烈的聲響 而隨後就證實說 安倍他的胸部是重彈送役 NHK報導說 安倍他在送役過程當中 一度是出現了心跳停止的狀況 那麼根據了解 是有一名42歲的胸弦男性嫌犯 他是持著散彈槍從安倍的背後襲擊 但是有日媒報導說 他持的是一把自製改良的手槍 那麼NHK的報導說 安倍他是在奈良的街頭 發表政治演說的時候 男子從背後襲擊 而當時這一名男子立刻在案發後 就被警方給制服逮捕危案了 那麼警方呢 警方研判說他可能是用一把自製手槍 或是散彈槍的部分 對安倍來襲擊 那麼安倍他在胸部重彈倒地之後 失去了意識鬆痢 而傳出他心跳是有停止的狀況 那麼院方也緊急是用醫用的直升機 把他送到另外一間的醫療中心 來進行後續的治療 而當時這個安倍 他其實是站在這個街道臨時的站台 這樣子簡陋搭的一個小講台上頭 來進行他的演說 所以其實現場的危案看起來 還是不是非常的嚴謹的 會不會這有可能也是一個原因 讓歹徒有機可乘呢 好 日本媒體就說了 其實安倍他在背後距離 大約是三公尺處 就被兩槍給擊中 那脖子甚至還被打出了一個大洞 鮮血狂流不止 隨後就送醫 NHK有報導說 根據現在消防部門表示 安倍到院的時候是處於 心臟肺部停止的狀態 那麼院方現在是緊急 把他送到奈良的 醫科大學的醫學院來進行治療 警方也指出 安倍在被救護車運送時 還有保持清醒 可以接聽電話的狀況 那麼現在兇嫌 他的背景跟他的畫面 也進一步的曝光了 他是一名40多歲的男性嫌犯 似乎是早有預謀 因為就被拍到了這樣的一張照片 好 這是安倍當時 他就在這個講台上面來演講 可是你看旗子的後面的這一個人 他就一直在看著安倍 有點毛骨悚然 這樣也被網友給拍了下來 其實從這個畫面可以看得出來 當時這一名嫌犯 感覺是早有預謀 因為他就一直站在安倍的後方 一直在看他的動作 也觀察一下 當時到底為安嚴不嚴謹 好像就是在尋找一個下手的時機 那麼其實現場你也可以看到旁邊 除了前面有一些為安的工作人員之外 後方是很多民眾 其實距離安倍 可能就是幾公尺的 這麼短的距離而已 他們就在後面這樣拍照 可以看得出來 這為安好像不是非常的嚴謹 這名凶險就被拍到說 他其實是埋伏在安倍的後方非常的近 而且就這樣子近距離的朝安倍開槍 但是比較奇怪的是 他犯案之後沒有逃跑 而是一直呆站在原地 甚至跟為安人員有對峙片刻 不過很快就被當街制服了 那麼警方現在公布了嫌犯的名字 好這是警方當時制服他的這個 最新的比較詳細的畫面 他是42歲的男性嫌犯 名字叫做山上徹野 目前他的背景也曝光了 日本媒體就報導說 他過去曾經是海上自衛隊的成員之一 但是具體的犯案動機 現在還不明朗 需要進一步的來釐清 而現在安倍金帥是遭到槍擊倒地昏迷之後 現在消息一出震撼整個亞洲股市 日股日經225期只回落 漲幅由事發之前的1.4% 減半為0.8%再翻黑 日元則是急漲對美元一度升至 0.45%至135.34日元 其他的亞股部分包括了像是台股 韓股還有港股都擊殺 紛紛收斂漲勢 而誰出來看到了國際間的反應 現在是澳洲的前總理騰布爾 他在得知了安倍遇襲這樣的消息之後 第一時間他在他的推特上發文說 希望安倍可以渡過難關 那麼現在可以知道的是 安倍他在奈良這邊遇襲之後 是遭到人以手槍射擊 左胸的部分是伸中了兩槍 當場是傳出心被停止這樣的狀況 那麼現在是在醫院 持續的進行治療當中 最近消息他妻子安倍昭惠 他原本人是在東京澀谷的住家 那麼現場由於是擔心有人 可能也會把安倍昭惠 當成下野攻擊的目標 所以當局就趕快派出了 三四名的警官來現場駐守 那麼槍擊事件曝光之後 他也被募集火速搭車 從東京的家中出發 要到奈良這邊來探視先生 以上就是這一節最新的 關於安倍遇襲的最近消息 好的謝謝政榮 稍後來自最近消息 我們 我們要來自民党的地方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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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來自民党的地方 我們要來自民党的地方 在其中央司機視線的上台 他 twice and the ambulance arrived after 10 minutes Do you know his condition? A new会議も開かれ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また各地にいる閣僚も東京に戻るよう指示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また閣僚以外にも自民党の役員が各地で遊説を行っていますが 関係者によりますと この自民党役員の地方遊説についても 今後すべて中止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また与党以外にも野党幹部の間にも動揺は広がっています 立憲民主党の幹部の一人は 言葉にならないと混乱を口中による会議も開かれ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つくなりは広がって dobrze 熱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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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でによって陽網を持っておっしゃる%. もありмет Someone at the end of themonth talk 感覺看護運營的PP,看護人資格,看到人舔的搖特,宴ха試 label 請 nord陳 labeling입 未 renewal 要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